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16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咱们来看几件跟战况相关的事 一,昨天我们报道过 斯特列克夫妻子最近发布了一张照片 暗示吉尔金将作为志愿者前往乌克兰参战 多方消息显示 斯特列克夫已经收到征召通知 以动员兵身份出任俄军一个营的参谋长 考虑到他一贯以来对俄军的态度 尤其是对国防部长邵一姑等人的猛烈抨击 再加上其本次被征召后 只是当然营参谋长而不是部队主观 一些分析人士担忧 尽管斯特列克夫战术眼光独到 而且战斗经验丰富 但明显是被控制使用 上了战场后能否活着回来就很难说了 斯特列克夫是俄罗斯臭名昭著的侵占民族主义者 还有一个名字叫伊格尔吉尔金 他是俄罗斯退伍军人和前FSB的官员 他在俄罗斯退兵克里米亚以及后来的断巴斯战争中 作为伟断尼茨克范尼势力的组织者和实际最高军事指挥官 发挥了关键作用 曾被任命为伟断尼茨克国防部长 被乌克兰当局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并通缉 斯特列克夫是马航MH-17惨案的凶手之一 和其他三人被荷兰检察官指控犯有谋杀罪 并对他发出了国际逮捕令 当年斯特列克夫在击落MH-17后 马上在网上发帖炫耀说击落了乌克兰军记 当发现击落的是民航后立即删除 然而已经被网友记录了下来 荷兰对四名MH-17惨案的凶手进行的缺席审判 将于2022年11月做出宣判 斯特列克夫可能出现在乌克兰的消息 立刻在乌克兰人当中引起了骚动 乌克兰企业家支援者和活动家 谢尔西·斯特列克发帖 悬赏1万美元要活捉一戈尔吉尔吉 接着有数位乌克兰名人也翻番加入悬赏活动 目前最后一个投入赏金的是我们熟悉的 卢干斯克州州长西尔盖海黛 他也将拿出1万美元给抓住活的斯特列克夫的任何人 这使得总赏金就达到了5万美元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乌克兰人在斯特联克发布的悬赏告示下面 承诺数百到上千不等的赏金 这一部分目测接近1万 厉害的是乌克兰国防部主要情报局也为悬赏增加10万美元 官方和民间一起上是要把凶手抓捕归案 所以如果吉尔金真的来乌克兰参战 相信他的战友会有些想法 如果真的抓到了 估计荷兰政府和乌克兰政府肯定还有重赏 2.一个小事 由于风力太大 天气恶劣 克兹海峡轮渡停运 赫尔松的俄军补给就更困难了 3.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部分动员即将在三周内结束 本轮动员计划动员30万人 现在已经动员了22万人 很多动员兵已经被送往了前线 本轮动员结束后不会有新的动员 不过从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消息来看 尽管俄总统亲自发话 要求俄罗斯国防部正视并解决部分动员中的严重问题 但问题依然存在 不仅仅是缺乏足够的装备 很多动员兵缺乏训练 或者根本没有训练就被送往乌克兰 伤亡率远超现役的俄军 而且很多动员兵年龄很大 并不像合同兵或义务兵那样单纯了 上了战场就循击投降 甚至带着武器逃回俄罗斯 成为安全隐患 更何况战争开始后 普京信实淡淡说 不会影响俄罗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不会动员 这不动员也就搞起来了 随着俄军在战场上 到目前为止依然是节节败退 谁又能保证没有下一步动员 甚至全面动员呢 俄罗斯老百姓的苦难还在后面 不过这也怪不了别人 四 最近几天 除了南部赫尔松的攻势外 俄乌战场似乎不如前一阵子那么热闹 其实啊 两边都在紧锣密鼓 为下一阶段作战做准备呢 为了乌军长远作战能力的提升 北约准备宣布启克兰军队的大规模训练计划 目标是在几个国家 主要是波兰和德国训练近一万五千名乌克兰军人 和俄罗斯只重视数量不同 乌军一开始就很重视军人素质的问题 从2014年以后 乌军已经有意识地接受了北约教官提供的训练 这让他们的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并且9月初乌军在哈尔科夫发动的 类似封卷残缘一般的反攻 当中也有不少刚从国外完成训练的新军 随着完成训练的乌军越来越多 具备战斗能力的乌军部队也会越来越多 可俄军却像是不断加水的面团 越活越细 作战能力不断下降 此消逼长 俄军将会更加的不堪一击 五 乌克兰军队不断取得反攻进展的同时 也有很多风险正在增加 白俄罗斯方面出现了异常 有数万俄军已经抵达白俄罗斯西部的布列斯特市 给乌克兰西部正在制造压力 布列斯特市距离乌克兰西部主要城市利沃夫 只有200多公里 如果俄罗斯军队能够在该方向发起进攻 并取得进展 将直接威胁着乌克兰的后方 更重要的是 俄军能够威胁到西方国家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通道 俄罗斯军队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意图 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最近伊朗是热点 咱们就讲一讲跟伊朗有关的几件事 首先 最近几天乌克兰和美国官员交换情报后评估认为 伊朗的军火工业正在准备向俄罗斯运送第一批法塔赫110和佐法加尔导弹 这是两款著名的伊朗短程弹道导弹 前者射程300公里 后者射程700公里 俄罗斯已经堕落到要跟伊朗买短程导弹的程度了吗 那说好的世界老二呢 没有了吗 其次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沃利·阿德耶默表示 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将发布指导意见 制裁那些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的个人、实体或政府 欧洲则正在寻找俄罗斯使用伊朗无人机的独立证据 预计将在两三天内讨论对伊朗试加额外制裁的方案 迄今为止 尽管乌克兰方面已经获得了诸多的证据 但伊朗政府一直否认其向俄罗斯提供了任何军用无人机 更不承认俄罗斯军队将这些无人机用于攻击乌克兰 包括攻击乌克兰的民用设施 第三呢 咱们就说说沙西德136 乌克兰武装部队南部新闻中心负责人纳塔利亚·胡美纽克宣称 截止目前 仅在南线乌克兰军队就击落了116架伊朗无人机 伊朗的无人机则命中了34次 但这些命中并不总是能击中目标 更多时候只是击中了空地或水域 这也不奇怪 沙西德136无人机飞行速度缓慢 只要被发现就很容易被击落 防空导弹 甚至是小口径高射炮和机枪都能将其击落 最新的消息显示 乌克兰军队在尼古莱伊夫州 捡到了一架坠火的沙西德136无人机 由于是掉到了河滩上 这架无人机相对完整 外界也可以从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现场照片和视频中 对这种频繁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伊朗无人机有一定了解 通过与周围的乌克兰士兵对比 沙西德136要比很多人想象中的更大 事实上伊朗方面此前发布的照片就证明了这一点 见证者136无人机平时装载在伪装成集装箱的卡车上 采用火箭助推发射较大的体积 加上其飞翼布局可以容纳更多的燃油 沙西德136无人机射程超过1800公里的说法 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沙西德136的机体采用复合材料制作 并非金属材质 而且又在低空飞行 这导致使用雷达发现这种无人机相当困难 此外沙西德136采用了大量廉价棉用设备来制造 比如免用级的GPS导航接收机 这让其成本很低 有消息称 沙西德136的单价不超过10万美元 甚至可能仅有5万美元 尽管其打击精度不高 但用来打击具备高价值的面目标还是很划算的 目前看来 乌军防御这种无人机并不困难 难的是在防御他们的同时控制好预算 此时西班牙给的霍克三和法国人给的翔尾蛇 或者德国人给的猎豹对空自走炮 就有用武之地了 好 以上是我们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